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川喜兩人 在香港議題上面正面攤牌 而且在金融的攻防上面硬碰硬 同一時間美國國會 事實上兩黨對於制裁中國取得了共識 那請教一下賴老師 前天事實上美國也通過 維吾爾人權相關的行政法案 這一次在香港議題上 蓬佩奧提出來的報告 這個香港不再能夠充分自治 要回應的也是去年底 通過的香港人權的法案 等於美國內部 現在對於反中 乃至於有幾個重大的相關的法案 兩黨之間 儘管在國內的選戰有競爭 可是在相關的議題上面是有共識的 你怎麼看 當然就是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氣氛 就是兩黨來講 都是對中國表示要強硬 那認為說中國它是改變現狀 那其實我們在看到就是說 其實美中關係在從2017年開始以後 就開始慢慢出現 我們出現比較明顯競爭的狀況 特別是2017年年底的國家安全報告 然後2018年沒想到第一個 這個所謂競爭狀況出來 大家還以為是安全上面的對峙 結果出現的反而是怎麼樣呢 是變成在貿易上面打貿易戰 這是在過去從來沒有預見到的一個狀況 然後當然後來延續到那2019年 持續到現在 那大家現在看到比較明顯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疫情 然後中國它的表現 那使得美國認為中國是更加不可信任 而且中國它自己除了隱匿疫情之外 甚至還有意要把這個疫情的源頭 要拐到美國這邊來 所以說這個讓美國更加怒不可赫 那實際上也包括其他的西方國家 也對中國認為說它是不可信任 所以說現在來看就是說 在這個疫情 不管是疫情期間還後疫情時代 美中之間他們的對抗會越來越激烈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說 在這段期間我們所看到對抗 除了說去年那個時候是主要是貿易戰 後來帶到科技戰 那結果今年現在第一個對撞 結果建會是香港 特別是我們看到 就是在5月20號的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當然除了說蔡總統就職之外 5月20號晚上蔡總統就職結束的時候 美國忽然蹦一個 就是對中國的戰略的那個報告 那戰略報告 當然你要講有沒有新的東西 其實也並不是特別有 但他就是總結了 從那2017年國際安全報告 然後到2018年和2019年 這兩次的彭斯 他的對中的那個政策等等 好這些東西出來之後 換句話說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變得 就是比較明確 可是中國他後來搞一個香港的 這個部分出來 那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在昨天美國國務院 他也根據這個香港政策法 他因為每年要提交報告 他也提出來 他提出來的時候特別有針對 就是說有關於香港的這個香港版的國安法 他的中國他對香港從去年到現在 他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是在這個undermine 就是說讓香港一國兩制沒有辦法實現下去 而且美國他也特別提到就是說 中英共同聲明 是個在聯合國內部有去登記過的 這是國際的條約 換句話說中國他沒有去 那個就持續他中英 那個共同聲明的承諾 是他在bridge 他是在破壞這個條約 換句話說現在那個美國 看待這個香港不再是說 到底一國養殖能不能持續下去 而是說中國他在 對他自己所承諾的國際條約 他有沒有遵守 如果沒有遵守 你現在是完全在破壞現狀 沒有完全破壞現狀 我看要怎麼做 當然在今天 那個包括蓬佩奧 還有那個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 那個David Stilwell 他並沒有講到說 那個美國要怎麼做 因為他說這個是總統的決定 我不能夠在白宮之前 先講到說總統要做什麼事情 那當然有人會講到說 美國他在香港那邊 有1300家公司 有85000個美國的居民在那邊 然後而且香港 那個美國對香港還有順差 所以說美國如果這樣做的話 那是不是對美國會智商800 但是關鍵的問題是在於說 如果說美國他的企業 都要從中國撤出 那麼香港作為金融運營的功能 他實際上是在下降的 然後中國他一方面也準備把香港 變成他的大港灣區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 如果說他已經是一個 只是中國他在從那個珠三角 這邊的一個經濟計畫的一部分的時候 他的特殊性會在哪裡 美國也不是沒看到 所以說大家都預期 例如說中國認為說 美國他不太需要這個香港 作為美國企業金融運營的中心 那那個美國也認為說 中國也已經有意要把香港 變他自己內部的一個城市的 一部分的時候 那麼這個香港的金融到底對雙方之間的 要用意在哪邊 那這就變成是這個討論的問題 不再像過去認為說 美國或中國都需要金融 所以說不太願意懂 那現在下面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好除了這個香港之外 那除了說美國他可能會 對於香港獨立地位 他要採取他是不是要制裁 因為制裁實際上它是跟 有關於香港人權的這法案 他所要求的這個部分是有關 所以說現在所看到反而是說因為香港 他的特殊地位如果說沒有了以後 到底他會怎麼影響他的香港 他在其他國際組織 還有他在這個美國的這個商品上面 他所帶來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商品就是說從香港出來的那個關稅 美國對中國所課關稅 從香港出來一定要課同樣的關稅 特別是美中貿易戰也在打 換句話說下面下面一個馬上就 美國對香港的貿易戰 像這樣一個狀況 但第二個香港他作為WTO 他一個單獨的一個實體 他可以單獨參加會議 他在APEC可以單獨參加會議 那麼現在以後是美國認為說 你就是香港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不認為你有權利參加 如果中國講說他應該要參加 美國是不是就拿來說 那台灣為什麼不能參加領袖峰會 例如說像這樣 但我這個都是猜測而已 但是現在下面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先不要講制裁 而是說像這些在國際組織上面 所連結到一個那個動態 到底會怎麼樣 以及如果說美國對香港 他的這個特殊地位 已經把它完全解除 還有哪些國家會跟進 現在我們看到已經無言有四言 那紐西蘭他沒有進去 但他也講說他獨立說 我也是非常關心香港的狀況 好 那這個除了英國之外 這無言裡面的其他四言 都是亞太經合會的成員 他會怎麼去看香港 然後我們在這邊 如果我們對香港的採取方式 和美國對香港採取的定位 是不太一樣的話 那會怎麼去影響我們的公司 在香港那裡面 同時對中國對美國 都有那個往來的這公司 他的那個定位會怎麼去處理 以及台灣要怎麼去看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下面一個 要去處理的問題 那我請教一下賴老師 可是美國內部 事實上川普他的這個勝選 背後是美國保守派的力量 那特別是他作為保守派的前台代言人 你會發現他確實也用力執行了相關的保守派的 某一些政策跟目標跟某一些理念 然後呢這一次的紅色清洗 在他清洗社群平台的限制 發言限制審核限制 特別那個限制主要核心叫做親中限制 就是說如果你在推特上面痛罵川普 你罵他髒話你都不會被評論成不實之量 但是川普發一個文會被評論成不實言論 這實在是很荒謬 因為推特上面其實有一堆穿粉 也有一堆穿黑 我今天不是穿粉也不是穿黑 我只是去講推特的審核 真的也是過頭了活該被叮 但是美國內部也有一批保守派的力量 他要做各式各樣的紅色清洗 清洗推特或者YouTube的親中的審核是一個 然後呢紐約時報說呢 美國可能也會清除這個將近三千個 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 而他們出身中國的背景 也有可能有解放軍的背景 這裡頭有各式各樣的紅色清洗 那美國人因為他是一個英文社會 美語社會 他對於紅色的滲透恐怕都還沒有台灣生 所以我們看到的故事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在台灣看到各種媒體有紅色滲透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然後呢 只是這樣的劇本 這樣的結構現在發生在美國 而且規模更龐大 就是說有關那三千個的中國學生 實際上大概在2018年 已經大概就是說美國先開始限制 中國學生他去讀我們講STEM 就是說科學然後工程工程技術 那那個包括數學包括像這些領域的那個部分 那現在他是特別進一步針對就是說 他們發現有哪些人是跟解放軍的背景有關係 所以說認為這些學生就不能夠繼續在那個地方 因為他有可能不管是偷竊科技 他懷疑這些學生是千人計畫之一嘛 千人學生精英嘛 類似的道理嘛 其實中國他的千人計畫要通通都是很厲害的精英 這些學生是千人計畫下面的那些旁邊的一些那個 附從的一個組織 附從的人是在這裡 那其實我覺得現在那個美國他現在在處理的那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大概是有一個基本的邏輯 就是說他在一開始他先去檢查自己的科技 在這裡面有哪些有中國他的因素 然後之後再看到這個要保護這些科技的來源 要怎麼辦 包括中國人他們在這邊的滲透的狀況 以及在之後啊 那當我開始去限制中國他進來 那現在我開始要看裡面 到底有哪些成分是中國這個地方他他在做的 也因此我們一步步把這個所謂中國 他的這個滲透益成分要給他降低 目前所看到他的趨勢在往這個地方那裡走